三重国小16号举行体育成果发表会 其中六年级的乐乐棒球赛是战况激烈 当天决赛两班都卯足了全力参赛 一旁的啦啦队也很卖力地帮选手加油打气 三重国小即将在明年举办90周年校庆 因此今年缩小体育成果发表会的规模 让学生蓄居能量在明年好好发挥 不过虽然规模缩小了 六年级的乐乐棒球赛战况却很激烈 今天呈现出来虽然说是一个决赛 其实他们在前面两个礼拜的预赛 各班的竞争就非常激烈了 大家都非常希望说能够拿出最好的成绩 在今天这一天校庆的发表会上面 能够出现来担任这个决赛的角色 当然总是有输有赢 那我一直鼓励小朋友 生不交败不累 希望把最好的精神拿出来就对了 全赛成绩出炉 冠军班级兴高采烈的大声欢呼 而亚军班级虽然难免有些失望 但是仍然努力的搭起精神 没关系啊 至少有得到第二名啊 开心就好了 不要气馁啊 当初要想到今天可以拿到冠军 没想到 对很开心 对 要上进一次 场上的选手全新比赛 场边的加油团也相当卖力 无论最后谁得到冠军 大家都展现了运动家的精神 天外天新闻方建凯琳 锦铃锦鱼三重采访报导